让你一次过座云 这是很多车迷期待 饭珠超级赛车节的原因 两天十五场的比赛 单看数量就让人感觉 已经值回票价了 然而真正了解这场 大型赛事嘉年华的车迷都知道 丰富的赛事种类 高水平的赛事质量 才是饭珠超级赛车节 最大的魅力所在 除了珠海 本地的观众 不少车迷专长从广州 深圳等地赶来 为了就是能在现场 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气氛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赛车 之前也去看过F1 所以的话正好珠海这边过来 我们就从广州这边过来了 所以车比较感兴趣 小孩子也喜欢 所以带小孩子看一下 我比较喜欢汽车 我儿子也心里比较喜欢这个汽车 平常看那种赛车比赛了 感觉很刺激很精彩 想在现场感受赛车的精彩和刺激 摩托赛一定不会让人吃饭 本周赛车节 王台的赛事超级摩托车组 今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46名车手参加比赛 人数创下了一年的新高 另外一项 摩托车赛事亚洲天才杯 作为专门为世界摩托车锦标赛 选拔和输送青年车手的赛事 其激烈程度自然也是可想而知 整个珠海赛场这个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这个级别 已经是我们国内最高水平 同时也是亚太区域里面最高水平的一个比赛了 同时呢这场比赛呢 同时还有一个叫做天才杯的一个赛事在这边比赛 那么这个比赛呢 是由跟世界级的赛事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由13到17岁的年轻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我相信在珠海这未来的几年里面呢 会有更多的这个世界级的摩托车的赛事 会在这个里面 会在范珠这个平台来展示给大家来看 除了摩托大赛 汽车赛事业同样精彩 赛道英雄123作为范珠 最有特点的三项老牌赛事 一直具有极高的武器 其中赛道英雄2是一项非常适合资深车迷体验 和熟悉场地赛的放车赛事 虽然参赛的门槛不高 但是激烈程度却丝毫不大折靠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你可以看到现在分为赛道英雄1 2和3 专业性还是比较强 赛道英雄2呢 就是像针对一些刚刚接触赛道 或者接触这个赛车运动行业 会有一个初级的磨练才会慢慢地上升 有个上升阶段 赛道英雄1是赛道英雄系列的最领级的赛事 虽然都叫赛道英雄 但是1和2 3的差别 完全可以用大行径庭来形容 完全不一样的 那差别很大 那个车的马力相差也很大 改装的状态也差别很大 水平都很高 它有很多的不同级别的车子在里面 不同性能车子在里面 不同种类的赛车在跑道上混战 这是赛道英雄1最大的课点 这样的赛车混搭大赛 自然避免不了硝烟弥漫的竞争 碰撞 起火 还有一圈又一圈扣人心血的追逐 究竟哪位车手 哪种赛车将是最后的赢家 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 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睁大眼睛 好好地欣赏 对于看腻了竞速赛的观众来说 入住泛中第三年的红牛飘离赛 无疑是一个更为新鲜有趣的观赛选择 世界各地的代表性的车手 都是非常有水准的车手 然后一起在一个这么好气氛的平台上 这一场是做的是最大型 而且车手是最全的 因为来自意大利 澳洲 日本 印尼的顶级 现役的这个地方车手都在了 然后这个整个水平都很高 飘逸赛 摩托赛 方程式 房车赛 在泛珠超级赛车节 只有您想不到 没有您看不到的 各种类型的赛车大战轮番登场 让现场的车迷真正超级丰富 超级精彩 这也许就是泛珠超级赛车节 能够在一个周末吸引三万名车迷 前来观赛的秘诀所在 电视机间的您是否也看得心痒痒了呢 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吗